广报吴秀波贷款投资却亏了780万 四部作品为波先唱衰 翻身无望 在大叔类型的演员无比吃香的当下 吴秀波却因为丑闻难以翻身 乌漏偏逢连夜雨 近日吴秀波参与投资的影视公司发布了新一季度的业绩报表 从数据推算 吴秀波的损失接近780万元 吴秀波自从凭借北京遇上西雅图等作品翻红 并且带火熟悉男友概念之后 并没有一心图安逸 而是参与了多项投资 其中 他曾在2011年贷款入股某影视公司 认购总价值高达4500万元的股份 不过从近期该公司公布的业绩来看 吴秀波的资产似乎已经亏了780万 就拿吴秀波所在的心理来说 公司原本就承受着巨大的对赌压力 本以为可以靠吴秀波代播的几部作品充业绩 但却在出轨门爆出之后连带着遭遇了口碑危机 不过就在吴秀波被爆出投资亏损780万之前 也曾有消息表示他即将付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